保守秘密无小事 相机、手机随手一拍 可能会造成失泄密事件发生 从事武器装备研发生产 维修保障的工作人员 只有严格遵守保密纪律 提高保密意识 才能有效避免失泄密事件发生 请看下面两则小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拍照默旦役 老李 你们忙什么呢 在空军某工厂的车间里 丁师傅看见李师傅和小王 在摆弄着相机 好奇地上前询问 小王被评上本月质量标冰 需要拍一张工作照 这不正在拍照吗 可我这拍照技术不行 试了几次都不理想 要不你给指导指导 李师傅把相机递给丁师傅 丁师傅接过相机 一边翻看照片一边笑着说 这些照片还可以吗 我来挑张最好的 忽然 他盯着一张照片眉头紧皱 端详一会后 静止走到机床大面板前 将一份用磁铁固定的图纸摘了下来 李师傅和小王好奇地凑过去一看 是一张正在加工的零件工艺图纸 图纸上鲜红的关键件印章 让两人吓得一身冷汗 李师傅对丁师傅竖起大拇指 说 老丁 还好你发现了 否则我们就犯大错了 绷紧保密玄 才能避免失泄密 丁师傅严肃地说 我们一定提高保密意识 李师傅满脸羞愧地接过相机 点评 一张照片 一条短信 一个电话 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事 很容易因为人们的疏忽大意 造成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保密无小事 只有时刻绷紧保密玄 才能确保保密工作 万无一失 视频需当心 部队申请车辆维修 我这边暂时走不开 你赶紧去一趟 某军工企业技术员李师傅 接到部队抢修任务 派徒弟小刘先行前往 小刘跟随火箭军某旅张连长 来到故障车前 一番检查后 小刘犯了难故障比较罕见 一时无从下手 李师傅 发动机内部故障 我没把握 小刘赶紧拨通李师傅的电话 两人交流过后 李师傅心中有了谱 要求小刘打开视频聊天 根据现场情况 进一步确定故障原因 同志 这里禁止使用手机拍摄 小刘正准备打开视频聊天 张连长大声喝止 小刘恍然大悟 满怀歉意地对张连长说 谢谢提醒 我一定严格遵守部队安全保密规定 没过多久 李师傅带着工具赶了过来 顺利地将故障车维修好 点评 保密就是保安全 保打赢 保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旦手机被植入木马 军事机密就可能从镜头流出 给军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部队官兵 军工人 只有严守保密纪律 增强保密意识 才能防止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罗娟廖志华黄五星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针对解放军战局 前一天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 台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陆委会 一日联手大肆炒作 渲染大陆威胁 蔡英文一日强硬表态称 我已下令军方 对于蓄意越过中线的挑衅 必须第一时间强势驱离 随着岛内大选临近 特别是民进党岛内初选迫在眉睫 蔡英文当局一方面频频 对大陆显示强硬 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并大张旗鼓地宣称 要购买美国F-16战机 企图在台海问题上 挑战大陆红线 美国近来也多次派军舰 穿越台湾海峡 美高官甚至声称 将采取一切手段 阻止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孤立 岛内学者认为 此举形同试图改变一中政策 有台媒担心 两岸军事紧张 恐将让台海风浪再起 并随着台湾大选临近而升高 对峙情势 就在这一敏感时刻 美国媒体开始大肆炒作 美政府已默许对台出售F-16战机 美国之音一日称 特朗普政府已经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F-16战机 报道称 这将会对北京构成政治冲击 报道引述兰德研究所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哈罗德的话称 对台出售F-16战机 不会根本改变台海的力量平衡 但台湾需要继续对导弹 电子战和其他先进常规 与非对策能力进行投资 热制并在必要时 击败中国利用恐吓 迫使统一的任何企图 美国彭博社 3月31日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称 美国官员默许这一军售案 将是1992年以来 美国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 代表美国对台立场变更 报道称 自克林顿以来的美国总统多次拒绝过台湾购买新型战机的要求 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台出售F-16战机 将是美国力挺台湾的右衣表现 对这次大陆军机越线行动 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一日称 北京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破坏区域和平架构 北京应停止强制脅迫手段 并恢复与台北对话 中国时报 一日称 旧政治层面延 美国准备售台战机 蔡英文过境美国时公开表示感谢 台空军司令张哲平现在美国访问 加上美军舰今年三度穿越台海 平均每月一次 密度前所未见 大陆军机选择此时夜中线 显然是回应台海最新情势 文章称 大陆这次行动选在澎湖西南海域 距台湾本岛仍有一段距离 是经过算计的 避免发生擦枪走火 这次大陆军机越中线 等于是从台海对台湾做出军事压迫 预料以后还会发生 接着 大陆军舰越过海峡中线 很可能也会发生 台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领域方称 近期 美台军事往来频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宣称 将采取一切手段 阻止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孤立 他还强调 美方将确保对台各项承诺的旅行 此举行同试图改变一中政策 解放军的行动是对美进行警告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 接中称 面对美台频繁互动 北京觉得有必要让华盛顿知道 若执意片面 改变多年默契 北京也有决心采取改变默契的行动 并借此传达令华盛顿三思的信号 自由时报称 大陆此举除测试台湾空房反应时间外 也是借由军机越界向台湾施压 传达习以武促统的政治目的 意图向国际宣誓 要将台海变成中国的内海 报道引述台总统府高层官员的话称 这次大陆军机越线 是近期以来对台最具威胁的军事行为 该官员称 接下来是不是会有大陆军舰越过海峡中线的行动 大陆舰机越过海峡中线会不会成为常态 台湾军方对这些必须做好因应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崔宁轩 环球时报记者郭苑丹陈一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under31 外媒称 五角大楼计划 至少提前20年让一艘你你自己航母退役 从而缩小航母舰队规模 已节省数十亿美元 美国任务与意志网站 2月27日 原引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美国军方将取消对一艘航母 进行中期整修的计划 美国最新防务网站的悉尼弗里德伯格27日报道说 这艘航母是哈里杜鲁门号 原计划在2024年为其可反应堆堆新更换燃料 1998年入役的杜鲁门号航母 本来计划服役50年 美海军所有核动力航母的情况也是如此 据最新防务网站报道 2024年 这艘航母原本预计使往纽波特纽斯造船厂 进行更换燃料和复合大修 预计2028年完成 报道称 作为即将公布的2020年至2024年预算计划的一部分 取消这艘航母的中期大修及令其退役的计划 将使美航母舰队规模在未来几年内 从11支减至10支 华盛顿邮报 估计节约总额为40亿美元